哈囉啊 嗨你好 我是翠翠 今年的傳說對決人氣投票金星獎開始啦 那我這次是參加女影音創作者組 這次的女影音組啊竟然只有兩個人欸 害我有英雄喜英雄的感覺 大家就把票投給你喜歡的創作者 還有一點我很意外的是 我這次竟然入選的最帥操作獎 但是我那一部影片是在講說 全傳說對決角色的身高排行 我自己是覺得有點文不對體啦 那這次也有蠻多人問我說 咦 怎麼沒有看到佑哥 好啦 其實佑哥今年沒有參與投票 因為他去年已經得過獎了 他想要把獎項讓給更多人有更多的機會 那金星獎的投票連結 脆脆放在底下的字頂留言 趕快去投起來吧 全隊飛高高陣容 我們的陣容有 艾里 佛頓 盧米亞 呂布 還有瑟斐斯 我們每一個人都能讓對手飛起來 飛很高的耐久 那對手怎麼會有超人勒 他還沒被我們擊飛 他自己就先飛起來了 看來超人是我們的臥底啊 喜歡全隊陣容影片的觀眾 趕快幫影片點個大大喜歡 讓我知道 那也歡迎留言發揮出你們創意 覺得什麼陣容非常有趣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讓我參考一下 或許下一次你們的創意 就會出現在影片裡面喔 哈囉 早安 嗨 你好 我是優哥 I'm Yuga 遊戲就是要玩得開心 那在開心之餘 請不要影響到其他路人的遊戲體驗 那我在錄這種素材的時候 都會以五排的方式下去錄 開心看待 謹慎模仿喔 那這場對手的陣容也非常的酷 因為我們是五排 所以撞到的對手也是五排嘛 對面的艾莉絲走中路耶 而且那個艾莉絲 還給我出攻速暴擊流喔 而不是魔攻裝備喔 可以看到對手也是想要來一般場娛樂一下 而且他們也是五排的方式來娛樂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會想要 玩遊戲要開心一點去玩 而不是每一場 都玩得很像考試一樣 晶晶夜夜 那大可不必 OK 我們這場玩的是艾莉 我們的玄可以讓對手飛起來 不過我遇到超人 超人非常的會跑喔 去幫一下隊友 看他們需要我嗎 感覺非常的需要 還要打這麼深嗎 不好吧 哎呦 他翻到 不過我們三個人同時被艾莉絲暈到 哇 好險我們沒半個人死掉 OK 我們繼續回 凱撒路農一下 這場真的需要發育一下耶 艾莉絲啊 在這版 也不是說他不強 但可以發現到玩他的人的確不多 因為他需要發育的時間太長 只要你們前中期一直被入野的話 艾莉他也很難去做防守 因為我前期一刀 就是可能砍三四百的增傷 我連續砍了五刀 那也才多少 五四二十 兩千的傷害 兩千傷害我只能切掉 對面法師或射手一半的血量吧 那我要等到滿裝 就是王者出來之後 那一刀可以有一千左右的增傷 就可以瘋狂的墮墮墮墮墮墮 把對面法師跟射手還有輔助 通通墮光光 OK 這邊 飛高高了嗎 飛起來 踩 哇 我的踩可以把對手飛起來耶 超人 飛啊 飛啊 喔 飛了 飛了 這個艾莉絲飛了 有耶 不過我們的默契似乎有點差喔 沒有讓那個艾莉絲一直飛在空中 反而是飛起來又掉下來 飛起來又掉下來喔 我拍完這部影片才發現 我好像要選克里希或戰尼爾 比較適合 因為這兩隻可以讓對手 飛的高度是最高的 但是像什麼艾莉牙 能飛的高度感覺 沒有像那幾隻來的這麼高 反正能飛的角色還蠻多的 大家有機會 五排的話謹慎模仿 OK 這邊已經殺到藍鞠來了 讓對手飛起來吧 我發現我們的陣容 除了是讓對手飛高高之外 也是全隊都有控制的陣容耶 很控很控的那一種耶 等一下不對 呂布跟瑟斐斯好像也只能控那一下 所以到很控嗎 好像好像也沒有 那這個飛高高陣容呢 也是我們觀眾想到的 然後我參考他們的留言 拍出來了感謝大家的創意 OK我剛剛剁了海倫幾刀 發現我剁不死他 只能剁他半條血 那接下來就會被他補回來 但也沒關係 我們隊友在魔龍路打贏了 我也不知道什麼海倫會突然跑來凱撒路 然後他們魔龍路跟打野就被踩光了 就飛起來了 那超人的話 我要殺死他在前中期看來不太可能 那我就是盡量的往對面野區或中路打 不然我沒有遊戲畫面啊 都是他們的畫面 這樣我拍出來有點乾啊 對吧 對 你們也不太想要看到我 一直帶在凱撒路那邊清兵 龍野怪 然後沒有任何的會戰 或是打架的畫面 這不是你們想看到的啊 但我走過來了 還是沒有機會可以打 只能默默的再走回凱撒路 給我嘗試能打看看啦 欸超人丟到了喔 可愛的小超人 在草叢裡面嗎 欸唷 可愛的小超人 喔 再加盧米亞的大 踩起來 剁剁剁 一刀六百 剁個三四刀 那真的也是剁不死超人 哇 沒丟到 丟到超人就死了 但那個超人也很趕 你看 殘血一直跑來踩我 我剛剛也是很猶豫 要不要交瞬移去殺超人 但就很怕被超人塔殺 喔這邊 我有點擔心超人回頭來弄我 好險他沒有 這塔還是非常的痛 然後我們隊友 又在他們的野區 欸欸欸欸 幹什麼東西 嚇到我了欸 好險我沒被秒掉 反正 隊友又在紅區把對面的人殺掉 我又沒有遊戲畫面了 我直接拋棄凱撒路 跑來紅區打架了 不然沒有遊戲畫面 這怎麼可以勒 我來囉 這個亥犽先把他踩死之後 回頭處理一下海倫 我是有拘魂的啊 果然跟他們一起打架 非常的有FU啊 對手一直飛起來 對手飛起來的畫面 非常的療癒 但我比較想要看到 對手一直在空中嚇過來 這個可能需要配合 大家一起丟那個控制技能 沒錯 欸我凱撒路的塔 居然還沒爆欸 來來來 給你們看一下 對面愛麗絲 的的確確出了 攻速暴擊流的裝備 他鞋子出完出炎怒之爪 他有了攻速 有了暴擊率 但 他沒有攻擊力 所以這個打人好像也不痛吧 我來了 蹲點 圖倫 圖倫圖 他到現在還有凝霜啊 這個圖倫 扣了這麼久的凝霜嗎 包 包到了 殺得到嗎 應該 啊 沒辦法 那海倫看了解控 所以伯頓沒頂到 我的1也沒 也沒丟到 又有再打架 我還在輸出喔 還在輸出 感覺上 不太能打 我很怕亥犽直接轉過來 我沒有大招 超人 這超人跟我有仇 但是超人踩我一下 我也會剁他一刀 我可以回血 他沒辦法回血 2塔可以拆 那我這個往前呢 其實我非常的抖 我很怕亥犽直接轉過來 他轉過來可以跟我一換一 大順風局被一換一很虧啊 所以好險剛亥犽沒轉我 來反個藍 那藍就讓給盧蜜亞 我們呢 欸 頂到 飛起來 來 踩 然後愛麗絲 非常的好剁 哇 這個塔好痛喔 火山一點就死掉掉了 這清完兵現在回家 這個超人 這個超人 很想要殺我 但是他殺不死我 飛起來吧超人 上路分推 他們就剩3座高地 要怎麼推進去咧 我也不曉得 可能要吃凱撒吧 欸 圖倫 丟到 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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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是超人 他一直推 我扛太多下塔了 直接死去 那我們隊友超兇 沒有兵線 他們直接殺進去了 對面3個人在塔下一直飛起來 這畫面好療癒喔 一直飛 這場要結束了 對面團滅 那再麻煩大家多多留言 發揮出你們的創意 還有什麼有趣的陣容咧 那我居然拿到MVP欸 有點不敢相信 重點是 我們每一個人都拿到了金牌稱號喔 真的是每一個人 比較可惜的是MVP沒有辦法去拿到金牌稱號 就他不會顯示 但是我們其他四個隊友的的確確都拿到金牌坦克 金牌法師 金牌戰士 金牌刺客 太牛了吧 話說 你們注意看 對面愛麗絲 她的輸出有24.4% 攻速暴擊流的愛麗絲 她的輸出竟然比正規射手 艾亞的輸出還要更高 難道普攻暴擊流的愛麗絲 也有一片天嗎? 媽? 我是又哥 趕快幫你這部影片 點個大家的喜歡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